對 因為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用POWERPOWERY跟我的音樂做一個結合 因為其實我覺得任何 譬如說也許你們平常會拍照 會洗書法 或者是會畫插畫 或者是會跳舞 其實我覺得都是來自於同一件事情就是 這所有都是因為從生活裡面 你有一些靈感 然後透過你最喜歡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這一次去蘭嶼 然後跟一群就是很奇怪的組合 其實裡面有很多都是藝術家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啊 因為如果我說他們是藝術家 他們就說我不是 他們只是專心的在做自己事情的人 像有的是做手工眼鏡 然後或者是做皮雕 或者是做那個迷索 然後還有跳火舞 都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看起來是流浪漢 但是他是室內設計師 反正我講你們就猜嘛 然後還有國曉老師 很多 就是這是我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那我不知道人生 就是你自己人生或是我人生 有這樣特別的體驗會有幾次 但是我遇到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對 然後雖然說可能我爸爸媽媽有點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可是我很確定 我只是很努力的去體驗這個人生 可以有怎麼樣的面向這樣子 然後呢 下一張 然後我發現就是 當你去旅行的時候 雖然走路啊走得很辛苦 我冒了人生的汗 你有沒有時候會想說 有時候我會懷疑說 我真的有辦法跟這一群人 這樣走路走完嘛 因為我們身上真的 背著幾件衣服然後水 一定要有水 因為這個是海水是不能喝 就是我們在環島 然後但是你看到一些很美麗的風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一切都值得 我就覺得 嗯 我終於了解就是 原來這個世界很美好 是因為 有這一些很漂亮的風景 等著我們去欣賞它 然後 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在蘭嶼啊 然後這個是在台灣本島 你們猜得到的是哪裡嗎 猜一下猜一下 覺得台灣哪裡 這應該也還算蠻美的吧 因為是 看到 山 然後藍天 你猜猜看嗎 伊蘭 伊蘭嗎 哪裡哪裡 伊蘭嗎 不是 墾丁 誰 旭海 旭海 是嗎 我聽到了 旭海 欸是旭海嗎 喔是他的墾丁啦 對就是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是 生態 墾丁生態的解說員 所以他就帶我們去走一些 就是一般遊客不會去的地方 對 然後 然後我覺得徒步旅行 就像是一個簡單生活的縮影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走路在那裡的時候 發現其實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很倔僵 我們沒有花一毛錢去住民宿 然後我們就是自己想辦法找地方扎影 我們都是到了當地才開始問人說 可以讓我們扎影 然後其實蘭嶼最好玩的地方是 它有 就是 你走幾步 就會有一個東西叫法載品 那當地的人都很喜歡在那邊 乘涼 因為他們那裡的建築就是 就是他們最原始的建築就是 矮矮的 就可能有的是地下屋 有的是蓋在地上 可是它只有就是 就很簡單就是看起來就像涼亭 可是你一進去坐著 那個涼風吹過來會讓你忘記掉很多 就是你心裡面就是放空 然後就是很舒服的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走路非常的累 所以只要看到涼亭就倒下去睡覺這樣 然後我要講一個就是 我照片待不及拍的畫面 就是第一天 第一天我們去那個蘭嶼國小 就是大家扎影睡覺 然後所有的夥伴都已經就是可能 去洗澡洗好了 然後就剩下我跟另外一個夥伴 還沒有洗澡 然後就想說 好吧很熱 因為走一天留一聲汗 不行不行 那因為有的人就會選擇去廁所 我們兩個就 因為別人就說 那個洗手台那邊很安全 還有娃娃車擋著 然後我們這樣看過去就很安全 然後因為國小 就是四、五點就已經都沒有人了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 然後就想說好就洗澡 那很開心 就衣服脫光就開始沖澡 雖然依西有看到對面有一排教室是 有一個燈亮著 可是可能是值班的老師 可是我想說已經答應 已經跟他們講過了 他們應該不會過來偷看我們洗澡 結果洗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聽到有一台摩托車的那個方向的滴答滴答 就說欸 感覺越來越靠近我們 然後就發現自己的那個裸體的倒影 就在牆面上 就是那個滴答滴答滴答 越來越大 然後看到自己的裸體 越來越放大 然後想說完蛋了 死定了 然後背對他 然後很正經的說 我們在洗澡 然後就後來發現那個人 也沒有說話就走掉了 然後我再來就覺得欸 其實也不過就是洗澡嘛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害羞 對 然後就覺得說 欸當你換了一個環境 因為那個地方是一個很單純的地方 那你就會覺得在那邊做很多事情都會變得 沒有什麼好丟臉的 然後甚至他們當地人還會告訴我們說 他們有認全 就是真的他們以前的人都在裡面洗澡 然後我們就會跟著去 就是大家剛看到的那個珊瑚眼 其實他們就是會在裡面 就是直接就洗澡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是在那個旅行的過程 就是要學會隨機應變 這個就是因為 我們都沒有固定的地方可以曬衣服 所以我們就是扛在肩上這樣子 就一邊走路一邊曬衣服這樣 然後太陽很烈很快就乾了這樣 然後這是蘭嶼的老式的建築 就是他們就是可以擋風雨 然後裡面就有放生活用品啊 什麼熱水壺啊 然後還有電話 然後一些筆記本這樣子 對 然後就發現 就是在南嶼就是 就是只要在那個 糧亭裡面坐著發呆 就會是一種享受 然後我在旅行的過程就會反觀 我們生活在很便利的台灣 就是為什麼有的時候 就是那種很簡單的快樂 就是可能尋找不到 或者是說要花一點錢 可能去買個什麼東西要滿足自己 就會去有那樣的 有一個很衝擊的那樣的思考 然後那邊的人是非常的熱情 因為就是那個民宿的老闆 就他有聽到我唱歌 然後他就說 欸你不就是那個唱歌的女生嗎 我說對 然後他說要不要搭便車 就是他們的人都會主動的問你 要不要搭便車 要不要再也去哪裡 可是當我坐上去的時候 他就說他想聽音樂 所以我就坐在後車廂 我就就隨性哼這樣而已 那我 那首歌其實不太記得了 因為那是那時候亂唱的 然後我們有把它錄影下來 放在網路 對 就是因為我們是12個人這樣走 那有人搭便車就會 就是別人就會說 欸你犯規 所以我就一邊唱歌 然後一邊遇到朋友 嗨 然後我朋友就是這樣 欸你不要臉快下來 然後我覺得那是我就是 欸第一次被人家說不要臉 那麼開心 原來是偶爾背叛一下 蠻快的 所以我就唱一邊唱歌這樣子 重現一下 不是很正式 好 欸我的朋友 很高興我們遇見了 欸我的朋友 很高興我們遇見了 欸我的朋友 很高興遇見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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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憑我的朋友 朋友 加油 就我一路上就唱這個歌 然後就到那個目的地 對 其實路程大概只有兩分鐘 可是就會覺得很開心 這是第一次 就是 就是蘭嶼的人很熱情這樣 所以不知道再 就是你們有沒有去外島玩 如果有的話 蘭嶼我非常推薦 就是那裡的人 就是很純樸到你覺得 他們是不會去想 就是利益的問題 他們就是喜歡 然後願意就幫助這樣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們想要尋找的生活 也不過就是很簡單的 可能有人陪你吃吃早餐 然後有人聽聽你聊聊心事 然後有一個生活的夥伴 然後大家一起 就是去 一起經營你們的生活這樣 然後這首歌就獻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或者是你們已經找到了 然後就一起過著這樣 簡單的幸福的 簡單生活 其實我的夢想很簡單 只是希望勇敢演著伴 一起吃吃早餐 一起看看日出 再聊聊聊聊心事 很簡單 只要了解勇敢 我就辦 就是聊聊心事 一起聽聽聽音樂 在見面交談 改變 跟你一張 去到 predic了 都咬啖 天啊 那句話 都咬啖 天啊 有事 好吧 看到別人 多少的心願 到底要知道你 來自不同領域的我們 學習彼此的人生 尋找一起生活的荒野 歷經多少的失戀 很簡單 其實我的夢想很簡單 我的夢想很簡單 我的夢想很簡單 只是希望要跟你出發 聽聽音樂 看不見 會不會 好 簡單生活 那其實 這首歌就是 怎麼講呢 其實這首歌寫起來看起來很正面 但那時候是 剛思戀的時候寫的 然後覺得其實我想要的就是這樣 其實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就是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高有時候低 可是那個低潮在當下會很痛苦 可是你過了去看就覺得 如果沒有那樣的低潮 我不會寫出這麼正向能量的歌 然後就是會 其實有偶爾去翻翻自己寫過東西 會覺得自己一直在不斷的 在像是不同的時空這樣旅行 蠻好玩的 然後接下來這首歌 歌名有點奇怪 就是你們可以幫我唸一下嗎 神奇的曲 對 然後其實呢 這個是有典故的 就是 可惜這邊沒有 你們這裡有罵兒童繪本嗎 其實這是從兒童繪本裡面的一個故事 那也是那個社群繪本 不是 是 是 他是在講說 他其實那個繪本是要我們去動手 把他描述的劇情 把他畫出來 譬如說他會講 今天小明在地上撿到了 10塊錢 然後就要畫出他的表情 然後或者是下雨天的時候 我的衣服淋濕了 然後你就畫那個場景出來 然後前面都很簡單 就是他都會提示的很清楚 可是到了這首歌的時候呢 他就是變成 他在講 他就有18頁 然後全部都在講神奇的 咻嚕嚕嚕嚕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 提示告訴你那是什麼東西 他就只是一個 貓跟兔子在海邊玩 晚來我們在玩一個神奇的 咻嚕嚕嚕嚕 玩得好開心好開心的 然後那18頁都在講好開心好開心的 然後我就想說哇這要怎麼畫 後來我那18頁是空白的 然後我就在想說 欸其實就是你去創造一個 你喜歡的事情或是世界 或是一個去創造一個 你喜歡的工作 然後然後去守護它 然後就讓你自己就活在那個 你自己創造出來的那個夢想裡面 然後我就有感而發覺這樣的歌 那其實他的副歌很簡單 然後因為大家都非常的安靜 但是如果說在吃東西之餘啊 可以拍手或是唱的話我會很開心 每首歌真的很好學 他的副歌是 神奇大師 神奇大師 身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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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記型 曲折 mov which is in stars 也許 這就是變成 再次 堪 Technique Light 觸碰 空氣中微弱 只是存在奇妙的氛圍 忘了愛 不惜夢想 就在這一刻 我緊緊享受 自由夢 我和你懂不懂 我就是這樣子 神奇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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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一刻 哇哇 輕輕享受 自由 哇哇 你都不懂 我就是這樣子 神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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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麼 巴巴里兔兔巴拉巴 巴里兔巴巴巴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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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第一次聽嘛 就是下次聽你們就會唱 而且有唱無情無波比這樣 其實我這首歌 是其實在寫大學的時候那種 因為我覺得像余大哥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種很熱血的表現 那其實我就在寫說 自己在大學的時候那種 為了音樂什麼都可以衝啊 然後出社會之後就是 開始猶豫了 到底要為了什麼去奮戰這樣 那到最後我覺得 每個人心中都有那個想要做的事情 還是就是衝人 所以就寫這首歌 就是記得告訴自己神奇的書 那種天真然後努力的感覺 好 然後就回到旅行啊 就是讀萬卷書簿行萬禮儀 對然後為什麼這個我要就是 表達一個憤怒 就是其實小時候會覺得這個世界就是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都很美好 但是長大一點點的時候就開始了解到 這世界除了你覺得好的部分 也有那些你覺得很無奈的事情 然後會讓你很憤怒 然後那時候我們走路走到這邊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唉 一種很感嘆的心情 對而且有聽說他們那邊的老人 以前都沒有生病 那有聽說好像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都有就是得了不治之症 又得了癌症這樣 對然後就其實聽到自己就會覺得 心裡面會很難過 覺得說為什麼就是這麼美麗的地方 然後就有這樣的東西 對好然後就是有時候那種 無奈的心情是說不出口 所以呢就寫了一首歌這樣 放棄我不能說這樣 對然後 然後